好的 来看各报头条 每日新闻头条 关注政府积极解决Felkra债务 副首相阿摩扎西透露 目前有至少三家潜在的买家 有兴趣买下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旗下的 士马乐20商业项目 如此一来就能够把钱还给政府了 政府之前借了5亿4400万令吉 给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局 用来发展士马乐20商业项目 新州日报的封面报道 亚罗士大高庭裁定 吉达州政府不再发放 也不再更新博彩业公司营业执照的决定 违反了联邦宣法 因此宣判三家博彩公司胜诉 高庭也预令吉达州政府 吉达州大臣穆罕沙努西等等四召 必须赔偿起诉方 弥补业者在无法营业期间所面对的损失 根据新州日报的消息 吉达州政府已经是上诉 要挑战高庭的判决 中国报的头条看到的是 甘榜农民把老鼠药 餐进零食当中 准备拿来诱杀猴子 怎么知道 却被一对分别两岁和三岁的小兄弟 拿了一包挂在篱笆上的毒零食来吃 结果导致他们中毒了 目前兄弟俩已经转送到 槟城医院救治 情况危急 警方正在追查 怀疑投毒诱杀猴子的邻居 来协助调查 那我国一名29岁的印印女网红 依莎怀疑不堪网上霸凌 走上了不归路 警方为此逮捕了一名35岁的女子 来协助调查这起案件 根据报道呢 这名女网红早前因为网络纠纷 遭网民留言辱骂 还网络霸凌她 她一度向警方投报 还说会抗争到底 没想到却在上个星期五选择轻生了 写读警方根据TikTok上的两个账号 逮捕了这名35岁的涉案女子 严扣她三天驻查 根据了解呢 这两个账号写满了 对依莎的恐吓和威胁字眼 这些内容都在依莎轻生之后被删除了 警方也趁机提醒公众啊 不要在社交媒体上传 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是不安的内容 以免遭到法律对付 后疫情时代呢 政府积极推动了旅游业复苏 旅游业也不断地开发新型的旅游产品 来迎合游客的需求 我们来看看南洋商报的这篇报道 那看到的是呢 是什么呢 除了咖啡之旅啊 游艇度假屋 旅游局也正在积极开发 房车探险 还有黑暗游 那所谓的黑暗游是什么呢 就是说参观人类史上的一些黑暗事件 发生的地点 那除了这些 我国也将加强小众旅游 为游客安排官鸟啊 还有豪华的露营啊 钓鱼 徒步旅游 美食旅游等等这些 还有特别策划的婚礼 蜜月和健康 疗养配套等等 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好 接着来看今天的天气如何 那看到的是在早上的时段呢 那彭亨内陆多个地区会有雷雨 那除了吉兰丹和灯架楼之外呢 其余周暑下上午呢会局部下雨的 惯性的午后雷震雨 预料会袭击全马各地 从北马到南马东海岸 以及东马一些地区 可能都会迎来湿答答的午后 但是大米不受影响 入夜之后呢 北马玻璃市击打冰城 还有首都吉隆坡预计不下雨了 但是其他周暑的雷暴天气 应该还会持续 沙巴内陆 西海岸 陡湖 山大根 古达和纳敏 以及沙拉越古近 西连 撒马拉罕 四里街 湿屋 木郊等等 局部地区预料也会是一个雨夜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